這個時事的問題先來問 第一個 台股有沒有辦法 在今年衝破12682 我們現場大家這個 投票一下 按鈴投票一下 你覺得台股現在漲勢這麼的伶俐 有沒有可能會衝破12682呢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這個兩位前輩說不可能 一位晚輩說可能 阿可你先講一下 你怎麼那麼樂觀 其實這是有個人的那個私欲在裡面 因為我自己也有 我自己算是死多頭 所以當然希望股市漲多一點 我現在是問會不會過關 不是盼望會不會過關好不好 盼望我們都舉會 我也覺得可能會 因為現在降息 資金其實越來越多 這些外資如果持續的 把錢回到台灣的話 我覺得其實股市市場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情 特別是通常大家看壞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壞 大家看好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當大家都 無絕的會過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有機會 你覺得還是有機會 剛剛那個邱老師是馬上說不可能 我認為是 過是一定會過 對 但是你剛才的前提是 今年會不會 今年 所以今年就剩下兩個月了 對 所以機會上我認為它少一點 搞不好是45對55 但是明年的話 那我認為機會就非常大增 那我就會跟阿格莉同一個爭線 OK OK 因為現在可能很多散戶看著覺得 心很癢 證券劃播與額 就大家錢放在這個銀行 還沒有來去投 放到股票這個錢 現在破了兩兆 散戶很怕 現在很怕不知道不知道進場 老師覺得其實會 那陳老師呢 我是說今年可能不會 今年可能不會 但遲早會 陳老師你覺得不會 對 沒有啦 我也是覺得說長期來講 應該還是會過 長期會 但是問題是說 長期是多長的期間 今年嘛 今年來講 今年目前感覺有點過熱了 目前感覺像剛剛主持人講說 散戶現在是反而怕買不到股票 偏偏把錢放到銀行裡面去 準備交割了嘛 對不對 兩兆嘛 那通常這個 怕買股票放在這邊 有時候通常這是反指標 所以說我們會 等到散戶再更多進場 我們反而要怕的意思 所以說我覺得今年還是先觀望 我個人是先觀望 我手上的不會賣 但是你叫我再多買 我也 台灣的我可能 我就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在高點先休息一下 好那今天剛剛有個新聞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這個新聞大家怎麼看 因為這個有沒有可能 真的會被列為這個黑名單 那麼美方這樣講 我們台灣要不要做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風聲已經出來了 有沒有可能這個 因為對華為這部分 對台積電的營收 佔比也還蠻大的 中國佔比的話 對整個台積電來講 應該有到兩成 華為可能佔了一半以上 這點會不會很擔心 陳老師你投資台積電也蠻久了 我相信 今天台積電是感覺沒受影響 今天才是307 對啊 所以我很開心 對不對 你都完全都沒有賣 只有賣掉五張而已 不過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你第一張成本多少 我現在成本應該都搞不清楚了 20幾年前 搞不清楚了 太讓人羨慕了 其實我是覺得說 因為目前你說他那種用台積電這樣子 目前還是在 我是覺得目前還是在貿易戰 他們還是在互相在那邊喊 因為中美貿易戰這方面 那台積電 台積電大概也知道他在大陸有設廠 所以說你叫他不供貨應該我看也很難 對 而且你看他們未來 你說大陸那邊科技業的需求 半導體的需求還是會越來越大 當然台積電我相信 我們還是相信好公司 台積電為什麼大家會這樣去搶他 很簡單 因為他的技術各方面都是領先的 以我來講我還是持續持有 除非說我看今天報紙還有分析師已經講說 上看400了 所以我在粉絲團問有沒有上看500 如果到500我就會把它賣掉了 OK 就看得太好的話你反而會覺得擔心 好 缺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你長期住在美國你怎麼觀察 第一個台積電我 就是說金友缺老師真的就特別從美國回來 我的基金裡頭台積電是2003年開始買 那到現在應該有16年 那2003年到2003到2009年當中 我只有賺到一點鼓勵 但是我對他的策略是看好 你記不記得我上次上你的節目是什麼時候 去年10月 我說台積電的甜蜜點還沒到來 結果你問我 我說會漲一倍 你很高興的問我多久 我說10年你馬上泄氣 去年10月台積電剛好被下山 我說 那時候是蠻低的 220年 我說台積電甜蜜點還沒有到來 隔壁的憲哥馬上就補了 對 他就指出策略 所以今天你們在嗨 我就覺得說 2000年13到09的時候 這段期間 我是看好他的策略 他現在逐步要往甜蜜點靠 但是他並不便宜 嚴格講他已經沒那麼便宜 對 那基本上但因為5奈米3奈米 我認為他還有一點 所以大家有一點現在 之前又太看衰他 現在又稍微又把他看好 但是平常他會震盪 對 那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有中美貿易戰 我們剛剛講這樣的變數影響 還可以 我認為那個是道德圈說 因為美國就是說 你不超過美國的技術的多少比例 你不可以禁止 那對現在沒有這個比例 這個台積電本身說 我們會Due Diligent 我們會去查證 那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理由禁止他 所以現在是美方是希望 道德權說作為談判的籌碼 那台積電也不一定要靠 往這邊靠 他只要守住 我沒有技術上沒有違規 那這其他就上面 學老師你覺得300塊的台積電 還可以投資 基本上嚴格講起來 我上次在你節目講過 他西瓜挖大邊已經開始了 去年 所以Intel的本益比跟他來講 台積電現在是大家看好 那長期他 我認為他甜蜜點還是沒到來 甜蜜點還是沒到 對 但是短期間 到底台積電的甜蜜點是多少呢 我認為大概 因為現在三個在競爭 搞不好到時候 再有到五奈米 三奈米 就變成兩個在競爭 那他不便宜 我的意思說他的便宜 外資現在看360左右 360是吧 360就 我認為他是逐步到 我上次講是10年 上一輩你們都沒有耐心 現在都看台積電 那就是怪了 我那時候覺得他很便宜 你們覺得他貴 那現在我覺得他不便宜 你們開始在嗨 這樣子 我認為他不便宜 他會震大 真的 股票就是要人氣我取 對不對 這裡面最有耐心 應該是陳老師也有耐心 陳老師也有耐心 買股票都是從10年 20年級掉的 我來講 你們開始 你們開始 現在這間 你也不如說 哪有 打暗 不怕 不怕 謝謝 吃